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磁场 高通骁龙8 Gen2是一款还没发布的芯片 不过距离我们也已经非常近了 芯片的发布时间定在了11月15日 手机更是比较提前 最快有可能在月底 就有首发机型出现 要么三星要么小米 所以高通骁龙8 Gen2并不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芯片 而是几乎触手可及 三星S23系列预期的设计彩图 前阵子三星S23以及S23家的彩图已经泄露 这次最高端旗舰S23 Ultra的外形也出现了 被爆料中就如先前传言中 几乎没多大改变 不仔细看真的会分不出来 其中S23 Ultra的设计与前代几乎也是一模一样 平面的机背与上下两端搭配曲面的左右边框 甚至连底部S Pen和传输端口卡槽等位置都没有变 不过S23 Ultra的望远相机与雷射对焦模块扁平 不像前代一样从被盖凸起 而在侧边的线条也与之前的爆料一样 将会从圆弧变成略微方正 同时也会减少曲面屏幕的弧度 与S22 Ultra有细节上的区别 S23系列预计将会搭载骁龙8 Gen2处理器 并且在电池容量会有小幅提升 而S23 Ultra则传言会搭载两亿像素主相机 并将屏下指纹辨识升级 采用高通3D Sun 8 Max模块 三星Galaxy S23系列预计将在明年1月或2月正式发布 三星S23 Ultra细节上设计不同 我们都知道S23系列将在明年年初推出 三星正在全力以赴准备明年的旗舰 现在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手机不会比上一代产品有大规模的升级 而更多的是迭代式的内在升级 现在S23系列除了外形曝光外 它们的透明保护壳也已经泄露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不是SPYGEN、RINK或其他公司的官方保护壳 它们是由TBPU制成的普通外壳 这些照片也是由冰宇宙所分享 手机壳适用于整个S23系列三款手机 从图片可以看出 除了尺寸之外 不知S23、S23+,S23 Ultra外形设计几乎和上代完全相同 与去年的设计相比 它们有可能采用更多的圆角设计 另一方面S23 Ultra的设计可能更完美接近Note系列设计 从泄露消息可见 三星S23 Ultra虽继续延续了自家Note系列的造型设计 但注意细节的话 变化还是有的 对比一下两代产品的外观 如果仔细看的话 下一代S23 Ultra细节上做了调整 手机的辐射像头和补光灯不是那么凸起了 并且边框的曲率也发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可能对卧尺感影响很大 从细节来看 三星S23 Ultra的屏幕有所升级 下巴进一步收窄 只凸出来了0.4毫米 这说明它几乎做到了四边等宽 另外可以看到屏幕玻璃的边框也有所收缩 这是因为它的曲面屏幕曲率也做了调整 变成了微曲屏 也因此让中框变宽了一点 简单的说 没那么圆润了 握持会更舒适一些 操控也会更舒适一些 而在外观不变的背后 也并不是说它就真不值得买 要知道S22 Ultra是骁龙8 Gen1机型 具备顶级的发热能力和功耗水平 只要骁龙8 Gen2稍有进步 都意味着S23 Ultra要比前代好很多 另外影像部分也有所升级 引入了两亿像素摄像头 不过快充这块就没什么改变 和这代产品基本保持一致 总的来说 在看似不变的外观背后 S23 Ultra至少可以碾压S22 Ultra的 只是改变完全来自配置 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同时手写笔也会加入特色功能 及其他亮眼的地方 随着时间推移 该系列手机很快到来 骁龙8 Gen2芯片功耗 我也非常期待 三星S23 Ultra相机强大的性能改进 三星的高端手机一直深受消费者欢迎 目前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向下一代高端系列S23 预计S23系列的三款手机都将带来迭代升级 而不是停滞不前 据新闻报道 三星将为S23 Ultra配备两亿像素主摄像头 三星已经大大改进了其图像处理算法 在低光照条件下 S23 Ultra可以比S22 Ultra拍出更好的图像和视频 不出意外的话 三星在S23 Ultra上带来了过去五年来最大的相机性能提升 三星电子在过去一年中发布了三个两亿像素相机传感器 但根据报道 S23 Ultra的主摄并不是其中三个之一 而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新传感器 目前还不清楚传感器是否更大 或者是否有其他形式的改进 如果报道准确 S23 Ultra可以凭借其相机传感器素质和算法 轻松击败大多数其他竞争高端智能手机 与此同时 冰宇宙刚刚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疑似S23 Ultra的新爆料 尽管尚不清楚该机的完成度 但它有望于几个月后正式亮相 据悉 作为三星首款配备两亿像素字延传感器主摄的机型 S23 Ultra将叫S22 Ultra有很大的改进 比如它不会采用现成的200MP EZSL传感器 而是一种全新的设计 此外据说S23 Ultra支持三星全新50MP像素四合一模式 所谓最强两亿像素和最强1.08亿像素传感器的细节对比 下面图像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如冰宇宙 所述 星机能够生成更加清晰的图像 并且能够更加轻松地分辨出紧密排列的平行线 相比之下 现款1.08亿主摄机型的画面有些模糊 除了主摄 预计S23 Ultra会沿用S22 Ultra上的长焦镜头 不过有爆料称改进的图像处理方案有望带来更出色的画质 最后三星获于2023年1-2月正式发布S23 Ultra旗舰智能机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公司也会不断通过后续更新来增强设备的拍摄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见